娱乐频道综合报导 27岁女星Sandy 吴珊如为综艺天王 吴宗宪的女儿 妇女两一同主持节目默契十足 更敲响金钟夺下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而一直给人风趣形象的吴宗宪 有一次静音女儿的一句话 崩溃痛哭 直呼这些年的辛苦都值得了 据三立新闻网报导 吴宗宪认为这几年对他来说 最好的成绩不是得到金钟奖 而是某一次录影时音时间太长 穿着高跟鞋的Sandy感到相当不舒服 回到休息室时便抓着吴宗宪的手说 爸爸我现在终于知道你有多辛苦了 吴宗宪一听当场类 蹦大叹 老爸已经辛苦几十年了 你们赶快来接棒好不好 更透露以往总被孩子误会他 整天在节目上调亲女明星 但吴宗宪认为自己是口角春风 或从口出强调过去三十几年 只要一到中国工作 休息时独关在房间里 可说是标准的宅男 吴宗宪又与女儿一同主持表现亮眼 翻射自吴宗宪脸书 吴宗宪听到女儿了解他的辛苦感动 泪崩 翻射自吴宗宪脸书 吴宗宪又与吴山儒 曾敲响镜中资料照 记者赵世勋社 也不是的 人贮后 神负 神贺 人贮 神贤 神贤 神贤